可能你現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大家看過訂閱狀況和網上編輯一部正向背沙冷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訂閱 也希望大家幫幫忙把直播節目和志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讓大家看一些東西 這段影片其實之前已經播過很多次了 但是不嚴其長都是要再播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裏面他講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都是要知道清清楚楚才行 因為現在如果有回國內的話 有些東西會變成一個國安重罪 看看這條視頻 新反間諜法共六章七十一條 在第一章總則中就規定了間諜行為的六種類型 明確不同類型間諜行為的主體、行為和對象 第一類就是一些間諜組織 或者間諜組織的代理人 他們通過一些直接攻擊或者竊取 有關我們國家安全的一些情報 或者破壞我們的安全秩序 那麼第二類就是他會去策反一些 我們境內的公民甚至是公職人員 通過收買、通過採取一些手段 來獲得我們公民或者有關公職人員的投靠 甚至可能會利用一些非常隱蔽的方式 給我們的公民保民單位的成員 或者國家公職人員下套 新反間諜法規定的第二類間諜行為中 在就法、參加間諜組織 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基礎上 新增了投靠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 將主動積極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寫入法條 投靠的社會危害性、主觀惡性 應該是更強烈的 投靠實際上就是說 它喪失了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忠誠 近年來 境外間諜情報機關不斷利用網絡攻擊技術 對我國要害部門開展網絡攻擊 控制關鍵信息系統 大量竊取機密信息 嚴重危害我國網絡安全、數據安全 新修訂的《反間諜法》 在間諜行為的類別中新增第四條 依法打擊網絡攻擊、侵入、干擾、控制、破壞等間諜活動 在信息化時代 數據安全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凸顯 此次修訂的《反間諜法》 也針對數據竊密做出了相關規定 將竊取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數據明確為間諜行為 很多數據看上去是自然科學客觀分析的產物 沒有什麼與國家安全的直接聯繫 但是經過對數據的深加工 就可能會對我們國家的地貌 我們這個國家的一些特殊的自然資源的特徵 它就會有一些清晰的掌握 新修訂的《反間諜法》 在保留、實施間諜行為 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的 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有重大立功表現的 給予獎勵這一規定的基礎上 進一步細化了法律責任追究等內容 擴大了行政處罰的適用情形 這個裡面是特別強調的 就是國家安全機關 可以採取一些行政處罰的這樣一些手段 把間諜行為分為兩類 一類就直接從事間諜活動 第二類它是幫助 它可能沒有直接從事 但就是它為間諜活動的產生 提供的一些信息 它也有很大的危害性 既要見別情況 那麼情境不太重 我們還是要給予行政處罰 這樣的話 我們就建立了一個 比較好的法律責任機制 好了 我們回來了 為什麼要播這條視頻給大家看呢 其實就是 現在國內 就有一個新的公佈 它經過 這個 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微信號發出來 它出了一條題目就是 稀土變西土 妄想 當然它的內容就有說 稀土就是工業黃金 不可再生的重要戰略性礦產資源 中國稀土資源得天獨厚 儲量居全球首位 近年來 就有些境外的 間諜情報機關 背景複雜的機構和組織 長期寄餘 中國稀土產業發展的成果 為了壓縮中國稀土產業發展的空間 無所不用其極 頻繁開展情報竊物 技術獲取和擴產竊取這些活動 對中國的資源安全造成損害 現在中國是全球稀土重要供應國 中國的稀土資源佔大概 全球的稀土資源大約三成 但是 世界市場的供應佔了九成 國內稀土產業資源儲量豐富 採選、野鏈、分離技術 先進和完整的工業體系 它是有優勢的 現在中國當然是稀土產業的龍頭 這個國家安全部就說 長期以來境外間諜情報機關 就在盯緊稀土行業的內幕性情況 千方百計開展情報搜集活動 國家安全機關工作發言 境外某企業指揮它在中國的機構 以商貿活動為掩護 在中國的稀土行業廣泛結交人脈 採取感情拉攏、金錢誘惑的方式 見情報源 搜集涉及中國稀土產業鏈 開採、分離、戰略儲備、生產、加工 進出後這些環節的內部數據資料 網圖盜取中國稀土領域商業機碼 甚至是國家秘密 這個 這件事情大家要知道清清楚楚 現在這樣做一做 其實差不多所有涉及稀土的信息 只要不是在公開信息源 拿到的 都可能變成國家秘密 如果在國內打工的朋友 尤其是幫外資打工的朋友 自己都要小心 這個提醒一些網友 因為有些網友 在國內幫外資公司打工 這些很容易會出事 為什麼會出事 沒有辦法的 國內的國家秘密的範圍很大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如果在國內做事 一定要知道哪些是秘密 哪些不是秘密 在公開場合說得出的 那些應該不是秘密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搜集一些訊息 或者通過剛才那條視頻裡面說 數據深度分析才能取得出來的東西 那就有可能是國家秘密 香港這條紅線是不清晰的 香港之前搞的23條 它說了是跟國內的 有些事情 我相信 不可以再做了 就算以前有人在香港做 某些數據分析 深度加工那些 現在做這些都是有危險的 尤其是跟稀土有關係 其實有些行業報告的 那些稀土那些 一向都有行業報告的 如果你在行業報告裡 拿一些數據出來 我覺得可能風險會比較低 但是如果你說 是要自己去搜集一些數字的 或者你去問生產的那些企業 那些數據是怎樣的 或者是拿一些樣本 拿樣本也是正常的 我想那些問題是不大 但是呢 如果你牽涉到礦土的樣本 應該是不準的 我猜的 我不清楚 因為其實 國家安全部的說話都不清楚 不過呢 你知道國內的情況 就是國家秘密的那條紅線 畫得都算是清晰的 因為數據深加工已經算是 剛剛根據那個 人民大學的教授黃毓所說 還有 這個國家安全部說 近年來 某些西方國家結成利益同盟 意欲打造去中國化的 全球稀土產業佈局 其實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是有的 因為 覺得中國的供應不穩定 在西方國家的角度就是這樣 覺得你中國的供應不穩定 以及很政治化 他們 沒有辦法 他們都要為自己著想 這些我就覺得 有些事情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中國自己有些事情 都是不用西方的 就是去西方化的 所以現在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大家不信任 其實很大程度上 就是大家沒有互信 那麼國家安全部怎麼說呢 一方面 就用媒體污衊指責 中國出海的稀土企業 在境外造成嚴重環境污染 這個問題 如果在境外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的話 別人的管是正常的 這個就不是長臂管轄的理由 他就說這樣是製造長臂管轄的理由 如果你在別人那裡開曠 你做到 烏煙瘴氣的 不跟別人的法規去做 他是不會理會你究竟是中資背景 還是什麼資背景都好 他也是會做事的 管理的機構 就是管理的機構 一定會做事的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國家安全保護 你寫的東西 你寫得謹慎一點 如果用行政手段 對企業做制裁 他有這麼說 就損害海外利益安全 問題是 你犯了別人的法律 你去到別人那裡做事 你都要守別人的法律 就像西方國家去你那裡做生意一樣 去中國做生意 要不要搜你那些法律 西方國家的機構 都要搜你那些法律 你不搜法 你就會拘捕他了 現實就是 所以現在有些事情 都被解僱了一碟 無論是中國也好 西方也好 兩邊搞國家安全的人 很多人都被解僱了一碟 他不是一件還一件的 譬如有些企業 西方企業在中國 違反了那些環境管理的規定 那些法律 你就拘捕他了 是不是 這是根據法律去做的 是不是 現在國安部就說 另一方面 大量拉攏中國稀土產業相關的技術人才 網圖獲取中國稀土領域核心技術 中國在稀土行業 是可以有一個優勢的 為什麼呢 就是比較低的成本 可以提煉大量的稀土 所以就算在外國搞稀土礦的人 那些礦料都是運到大陸去提煉的 其實現在的產業鏈大概就是這樣 你說核心技術 西方有沒有 其實西方有他自己的那套技術 但是成本就比中國高 所以他說有沒有人想偷大陸那套東西 我認為是有的 這些是會有偷別人的技術的情況 我認為 我不是說西方國家一定會這樣做 也不是說西方國家一定不會 不過我認為是有可能會這樣做 那麼國家安全機關工作掌握 境外一些機構 以合法掩護非法等方式 通過第三國迂迴拉攏 大量的技術專家 團隊為它服務 轉移稀土開採分離 等前端出口管控技術和產業鏈 那麼西方開採那裡 別人有技術做的 現在最主要就是分離之後那些 你開採那部分 別人也不是沒有技術做的 如果你說相關領域的核心技術外洩 形勢是很嚴峻的 真正很嚴峻就是 你生產加工那裡 還有你分離那部分 你開採那部分就沒有關係了 就是我覺得 是分離生產加工的 那些環節 所以如果做稀土有關的 research 金融業的盲友 一定有的 我告訴大家 我們一定有盲友 在金融業做這件事 如果你說要寫一個research的報告 講股做稀土那些 你自己要謹慎小心 公開資訊你可以說出來 有些話不能說 現在國家安全部說 為保護稀土資源 推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 中國實行稀土出口許可證管理制度 將稀土產品列入管制名單 但是在一些境外企業的拉攏理由 國內部分人員被利益驅使 走上了稀土走私的違法犯罪道路 國家安全機關工作掌握 部分與某國政府官方存在合作關係 與中國商務部制裁公司 存在貿易關係的境外企業 以巨額訂單為有利 引有勾結中方人員 大量走私稀土管制類物行 少數公司還要求相關產品 達到某國軍用品採購標準 這些稀土管制類物行 違規出口並且被濫用 嚴重損害中國國家利益 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自然資源是人類 賴以生存、社會賴以發展的重要基礎 對維護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安全機關將深入貫徹 落實總體國家安全官 積極聯合有關部門 依法打擊資源安全領域 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 全力促進稀土產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委業 提供堅強安全保障 這個來源就是國家安全部的微信公眾號 一定要說清楚 做這些行業相關的事情的人 小心一點 雙方說美國有計劃和外蒙搞稀土分離 只是增供應不依賴中國 其實這個是一定有的 力度多謝Dini Johnny 的支持 那麼 香港藝民有很多官面堂皇的理由 任由西方採購無限量供應就是正常 其實有很多貨在市場上是否會限制供應 其實是不會限制供應的 但是 就是 究竟你限不限制供應 是供應國可以有權決定的 就是我認為 那麼 如果你限制供應 你一方面限制供應 你另外一方面要用的 那麼他當然是要自己搞 這是很正常的 譬如 好了 他的例子就是美國限制 對中國的晶片供應 那麼 中國要用晶片 就是要自己搞 是一樣的 有很多事情 所以我不會說 中國在這些事情上都適合 美國在這些事情上都適合 其實大家最好 如果本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宗旨 就應該坐下來談好 大家有矛盾就談好 就不是 就是 兩邊的國安人員 就是高度干擾 其實現在最麻煩的一件事 我也說過事實 是兩邊的國安人員 都是高度干擾 一些正常商業運作的 其實有些事情是有風險 但是 你是不是要說得這麼準 我認為是不用的 不過 當然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規矩 我也是建議大家做一件事 就是 你守回當地的法律 他們有些事情 不准帶的 譬如 你不可以在美國買一張 H100的晶片 或者是卡 帶回去中國 它是有出口管制的 你盡量也是 要遵守別人的出口管制 要不然你被人拘捕了 都是自己拿自己來搞的 有些人是專門做這些生意的 我不排除有一件事 我也認識一些人是專門做這些生意的 以前是經香港運上去 現在香港沒得做的 他就轉換其他地方 轉換其他地方做 那就是別人的事 我也老實說 你自己當然不要碰這些事情 因為有機會 犯法的風險是太高了 也感謝Rachel Lone的支持 當然其實 大家的關係不好 有些事情變成 他們認為是國家安全風險 一旦變成了國家安全風險 大家一起出事 這件事其實是很慘的 大家都不好 不過沒有辦法 如果你在香港做 譬如做金融 要寫那些 research report 就是稀土行業發展 盡量小心 所有數據都是用公開的數據 你說用公開的數據 就沒有那個 competitive edge 你沒有 也比犯法 犯法要坐牢 還有法國安法 是可以很嚴重的 現實就是 香港基本上就是 跟國內國家秘密的標準 給多一次一條視頻 大家看 看完呢 今次節目就完了 給多一次一條視頻 給多一次 我播過很多次的視頻 大家再看一次 新反間諜法 共六章七十一條 在第一章總則中 就規定了間諜行為的六種類型 明確不同類型間諜行為的主體 行為和對象 第一類呢 就是這個 一些間諜組織 或者間諜組織的代理人 他們通過一些直接攻擊 或者竊取 有關我們國家安全的一些情報 或者破壞我們的安全秩序 那麼第二類呢 就是他會去策反一些 我們境內的公民 甚至是公職人員 通過收買 通過採取一些手段 來獲得我們公民 或者有關公職人員的投靠 甚至可能會利用一些 非常隱蔽的方式 給我們的公民 保育單位的成員 或者國家公職人員下套 新反間諜法規定的第二類 間諜行為中 在就法參加間諜組織 或者接受間諜組織 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基礎上 新增了投靠間諜組織 及其代理人 將主動積極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寫入法條 近年來 境外間諜情報機關 不斷利用網絡攻擊技術 對我國要害部門開展網絡攻擊 控制關鍵信息系統 大量竊取機密信息 嚴重危害我國網絡安全 數據安全 新修訂的《反間諜法》 在間諜行為的類別中 新增第四條 依法打擊網絡攻擊、侵入、干擾、 控制、破壞等間諜活動 在信息化時代 數據安全的重要性 也越來越凸顯 此次修訂的《反間諜法》 也針對數據竊密 做出了相關規定 將竊取關係國家安全 和利益的數據 明確為間諜行為 新修訂的《反間諜法》 在保留、實施間諜行為 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的 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有重大立功表現的 給予獎勵這一規定的基礎上 進一步細化了法律責任追究等內容 擴大了行政處罰的適用情形 這個裏面是特別強調的 就是國家安全機關 可以採取一些行政處罰的 這樣一些手段 把間諜行為分為兩類 一類就直接從事間諜活動 第二類它是幫助 它可能沒有直接從事 但就是它為間諜活動的產生 提供了一些信息 它也有很大的危害性 既要見別情況 那麼情境不太重的 我們還是要給予行政處罰 這樣的話我們就建立了一個 比較好的法律責任機制